神雕侠侣中小龙女被引至平淀屋这件事 让很多读者都无法接受 其实广大读者不能接受的并非这个情节 因为这个情节其实对整部神雕侠侣的整体结构是不影响的 让读者最不能接受的 当时他们心中那份最完美的人或事物或梦想被糟蹋后的痛苦 换言之小龙女已经超越了这个角色本身 她已然成为每个读者的心中寄托 小龙女被玷污却是成为金庸武侠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和遗憾 也是每个读者每每提起必然痛心疾首的情节 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特殊的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杨过 杨过对小龙女被玷污一事 似乎毫不介意 甚至对尹志平这个人 杨过都只字不提毫不在意 更没有去找尹志平算账的任何迹象 这难道不会非常违背常理吗 杨过曾经为了得到情花解药 为了救小龙女连郭敬她都动过杀心 此外 当初郭福讲了一点小龙女的坏话 虽然杨过还没确定 但是她却不允许任何人玷污小龙女的声誉 也因为这个缘故 导致又比被郭福消去 可是当她知道尹志平是始作俑者的时候 杨过为何反而非常平静 甚至整部小说 杨过从不去追究尹志平 追究全真教 这到底又是何缘故 如果说小龙女得知真相后 一直跟随尹志平 迟迟犹豫不决 没有对尹志平下手 是因为小龙女内心非常茫然 痛苦 不知所措 那么杨过呢 整部作品 似乎就只有杨过对这件事视若无睹 思来想去啊 我们认为原因应该只有一点 而且很现实 这点其实和杨过自身的性格有关 杨过虽然天赋超群 但是杨过的出身非常可怜 甚至非常卑微 她早早就成了孤儿 而且还沦为小乞丐 这种与生俱来的自卑 让倔强的杨过 不停地游离在 自卑和自负两端 这点 在桃花岛和郭福的暧昧关系上 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 杨过其实对郭福很有好感 但是 自卑而又自负的杨过 却不敢 也不愿去承认 在郭福面前 杨过尚且会自卑 更何况是在小龙女面前 其实 在小龙女被玷污之前 姑姑小龙女在杨过心中 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仙女 她是高高在上的仙女 是容不得有半点亵渎的 也就是说 杨过从不敢想 和小龙女有恋人的关系 这点在神雕侠侣中 金庸先生也有多处细节上的说明 当初 在大圣观的宴会上 当小龙女当着天下英雄的面 对郭靖说 故而不能娶你女儿 我自己要当她的妻子的时候 杨过也是茫然的 因为她从未有过这个想法 原因很简单 因为小龙女在杨过心中 永远是高高在上的 那么这和小龙女被玷污 杨过不去找影之平算账 又有何关系 当然 因为这件事后 小龙女终于不再是那个 高高在上的仙女了 现在的她 就像是落入凡尘的仙子 而且沾满了人间烟火 这个时候在杨过心中的小龙女 更多的是需要疼惜和疼爱 只有到这个时候 杨过才敢去接受小龙女 她才有勇气去爱小龙女 才认为自己终于可以配得上小龙女了 既然如此 那么她就没有必要 再去找影之平算账了 或许 只有此刻的小龙女 才是杨过最想拥有的小龙女 因为她显得更加真实 好了 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大家若有不同见解 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经典武侠剧的朋友 记得订阅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见